较色持妆惊动口红 我自己偷偷试过了 今天给你们按照我的喜好程度上嘴看一看 第一支525 软熟幼木 你说美不美 就这种肉贵掉 然后又融合了我们嘴巴本来的一点点粉 掉出来的这种裸杏人奶茶色 这个颜色我真的不想形容说是什么 东勤必费色 我觉得它不管是搭配眼妆浓一点的 还是腮红浓一点的 还是哪里浓一点的 都会很适配 干脆直接叫全能白搭色 而且仔细看的话 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贵气 而且这个系列我听说是不沾杯 我试一下 真的耶 它只是沾掉了一点点油膜 颜色上还是在我嘴巴上的 下一支520这次的色号还挺有意思 手开始有这种啪啪声的 而且是可以收回来的 之前接触过的镜面口红 好像都是收不回来的 这个颜色好有初恋感 是那种将了一点点樱花的桃子奶洞 整体的剂质是那种很郁挂的 但是橱玉里面又带了一点点小温柔 很柔和的感觉 而且这个颜色它不会粉得很过分 我觉得黄爱上的姐妹 都是完全OK的 下一支想是这个523 惊极月光 这支会稍微带有一点点紫雕 但我觉得是皇帝 不用害怕的那种 因为它是种很微妙的 只有一点点 本橄榄皮之恩都会很爱 这种色调整体就是清冷高贵 又很温柔的感觉 很显气质很独特 突然觉得有一点点马丝唇 就是那种青春伤痛文学 女主会涂的颜色 你看我试了这么多支 卸到嘴巴还是这种水水 亮亮嫩嘟嘟的感觉 唇纹有一点点变淡 下一支521花仙银粒 这支会稍微红一些 免质这种很有层次的草莓红 这支我就比较建议 建议抓一个鸡毛头 然后穿一个那种小竹子 就很有那种女团辣妹感 这颜色就是草莓 跟16点在一起的感觉 两个显白神器 白上加白 真的很显白 最后一支522春山晚阴 好文艺的名字 哇这支好甜啊 不应该放了最后的 这支我觉得也很适合橄榄皮 很像我高中时期 很爱土的颜色 好显嫩 你看这个眼镜一带 是不是就有那味儿了 最后是一个妥妥的 纯情女高色 搭配校服都很好看吧 特别适合搭一个高满尾 或者搞一个板子头 就是乖乖甜甜的感觉 纯情女高 OK 谢谢大家